冰淇淋蓋啊 然后吃冰棒棍啊 后来有很多人来批评嘛 可是你知道像这一类的言行 年轻人回想很多 对我也会这样子 我也会这样 他就找了很多那个年轻人才会做的 他把它定义成你没有赚钱 你是被剥夺感 你是穷人 所以说阿伯做给你看 他用这种方式拉近跟年轻人的感觉 所以这就是柯文哲的哲学嘛 他的跟年轻人互动哲学 那你认为柯文哲天生如此吗 答对天生如此 平常跟这些年轻人沟通 跟网民跟这些乡民沟通的时候 不要用政治语言 用他听得懂的语言沟通 四年后他会变成你的铁粉 会捍卫你 所以我才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选举也没有白拿的选票 柯文哲可以做到这些事情 可能有很好的幕僚很好的团队 那我相信蓝的阵营绿的阵营也有啊 只是你的想法没有想通 以前的选票是站的街头挥手 以前的选票是握进每一双手 现在的选举的方式 除了这些都该做以外 还有在网路上要跟他直求对决的 立即对话 他不要官司文章 他希望听你坦诚的回复 哪怕做的不够好 你有回复他他觉得 我说的你有感受到有温度的原因 王一川在我们节目中 念了一段一个年轻人寄到 这个他们智库的信 点了很多问题 包括房租柜通膨低薪 他认为接下来赖政府要做到两件事 分别为解决年轻人的困境与民众沟通 如果没做到恐怕失去很多年轻人的选票 四年后再选就会兵败如山倒 王一川说这些这些问题都存在 但是政府你一直跟我讲 总体经济学GDP成长多少 全世界第几名超越韩国 多凶多用 税收一年多几兆 全民都有发到六千元 但是对个别年轻人来讲 这些都很无感 我讲完这些都是柯文哲一直在讲的 所以大家都说对 你看柯P就是懂我们 那接下来这些问题 要不要解决 这就是第一件事情 好 那这段影片呢 昨天我们制作单位 在我们节目开始前 把他预告 放到网路上 正知道了 先知道一个年轻人写的信 昨天晚上大概是差不多九点十点 左右丢上去的 你知道他浏览人士多好 观看人士多好吗 十六个小时 就是到现在还没二十四个小时 十一万次 我们平常的预告 有时候大概就两三万三十万 这个是十一万次 就等于是将近四倍的流量 这代表什么 关心 而且很多分享 大家关心这个议题 所以于将军你怎么看 就是说年轻人我们都年轻过 我们年轻的时候最讨厌是什么 长辈来跟你说 叫 于北辰我告诉你 我年轻的时候多努力 你看你现在你以后会没成就 那三句话我就掉头就走了 对不对 那该怎么沟通 我讲柯文哲厉害的在哪里 他勇敢的尝试很多很多 一般政治人物不敢尝试的 在选举前 大家记不记得柯文哲讲了一个 说什么 这个表示你没有赚了很多钱的几个理由 什么舔冰淇淋盖 然后吃冰棒棍 后来有很多人来批评 可是你知道像这一类的言行 年轻人回想很多 对我也会这样子 我也会这样 他就找了很多年轻人才会做的 其实你说冰淇淋盖子打下来 去吃那个冰淇淋上面黏的东西 我现在五十几岁我也会啊 我也会啊好吃啊 我也会啊 不是因为穷 不是我穷不是我舍不得 是因为爽 可是在镜头前面你不会柯文哲会 他就利用这种方式 大家都会做的动作 他给他下一个不同的标 其实会去舔冰淇淋盖 表示这家冰淇淋好吃 我舍不得任何一点浪费 可是他把它定义成 你没有赚钱 你是被剥夺感 你是穷人 所以说阿伯做给你看 他用这种方式拉近跟年轻人的感觉 所以这就是柯文哲的哲学嘛 他的跟年轻人互动哲学 那你认为柯文哲天生如此吗 答对天生如此 因为他不觉得那是在骂他 对不对 他不觉得在骂他 我们一般正常人被骂一次 好受伤哦 好难过 柯文哲抓到头 骂我正常啊 我自己白痴啊 就这样子啊 那年轻人说好可爱 那你说这些方式能不能后天训练 可以 很多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他不知道这是跟年轻人互动 他认为这是真的被骂 撞雷 那是什么踩雷 撞雷 不踩雷 不撞雷 怎么挖得到宝 这就是年轻人的想法 所以柯文哲他 跟一般的政治人物材料不一样 制作的材料不一样 生长的环境不一样 思考的模式也不一样 这就对了很多年轻人的胃口 我们一天在军中常常讲 跟小兵讲话 不要站在司令台上 你下的司令台 站在他前面 跟他一样高讲话 他听得进去 然后我以前带兵 阿兵哥失恋 以前就是叫什么 那叫做兵变 兵变的阿兵哥我最怕 为什么你知道 可能晚上就发生大事 对 他站位兵可能就发生 弹药走火的大事 所以你把他找来 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 天涯无处无方 无芳草何必 担念一丝 你讲完之后 他晚上 本来是十点钟才会往生的 提早一个小时 对不对 就你不要再念 他觉得人生没希望 我已经很不爽了 你还念我 我都用讲故事的方式 讲故事的方式 很痛 我当年的时候 少位的时候也兵变 讲你自己失恋的故事 我比你还惨 对啊 我比你还惨 他说长官你也失恋 我说谁没失恋 他搞不好还安慰你说 长官你比我惨 对 他这就是一个互动 而且平常跟 这些年轻人沟通 跟网民 跟这些乡民沟通的时候 不要用政治语言 用他听得懂的语言 沟通 四年后 他会变成你的铁粉 会捍卫你 对 所以我才说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选举也没有白拿的选票 柯文哲可以做到这些事情 可能有很好的幕僚很好的团队 那我相信 蓝的阵营绿的阵营也有啊 只是你的想法没有想通 以前的选票是站的街头挥手 以前的选票是握进没双手 现在的选举的方式 除了这些都该做以外 还有在网路上 要跟他直求对决的 立即对话 他不要官司文章 他希望听你坦诚的回复 哪怕做得不够好 你有回复他 他觉得 我说的你有感受到哦 有温度的原因 那请教范老师 因为在座大概是你接触 最多年轻人的 因为你学生都年轻人 对 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 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 这个好 我刚去大学教授的时候 我的学生的年龄 大概可以当我的妹妹 现在可以当我的女儿 你怎么不是弟弟是妹妹 也有弟弟也有妹妹 有弟弟也有妹妹 现在的年龄 谁是我的儿子跟女儿 可能在过几年那边 我的孙子跟孙女 所以我们都要去 尝试跟年轻人互动 对 那其实有时候也会蛮挫折的 例如说有时候9点10分的课 我到教室 是我负责开灯 学生都还没来 学生都还没来 然后呢 我一度怀疑是不是老师 我的口才不好 我觉得那种心境是要去转换了 但是我意思就是说 我们我就跟年轻人互动 但我觉得第一个 他们现在都会觉得要直接 就不要不要拐弯抹角 就直接 那有时候你去挑战他 让他有有产生刺激 克文哲 当然很多地方他是 我觉得他我们要从几个层面说 怎么去感动年轻人 或影响年轻人 第一个 克文哲很容易 很善于打短打 就一个议题短打出去 短打出去 短打出去 那你要用 但也不是说只有短打的东西 也要有长打的东西 例如政策面 我还一算讲就是政策面 那克文哲会给他感觉说 为什么年轻人喜欢他 就觉得他非传统 非典型 然后他会给他感觉就是 大家会觉得他应该不被看好 结果他竟然能够水上市长 那种逆转生的感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种答案是短打 那第二就是政策面 政策面当然 当然就是 我还想讲 很多人谈年轻人的困境 我会觉得就是说 现在很多种低 人才本来就是供需 会低薪的人 一定是这方面的人才是 供给大于需求 高薪的人一定是 需求大于供给 所以你看就是说 台湾现在很麻烦 就是很多地方很缺工 台积电缺不缺工 很缺工 可是没人去 那是高薪 那一大堆是低级服务业 他期限也很缺工 像饭店也很 餐饮业也很缺工 那现在的问题是 那年轻人 为什么他宁可去做Uber 或他不愿意投入这些职场 不是没有工作 中国大陆是没有工作 中国是没有工作 大学生失业率是50% 我们现在不是啊 那要考虑说 为什么年轻人还会在 抱怨这些 那是不是把那些低薪族的工作的人 透过一些短期的训练 让他们往高薪的产业去走 这个比较长远的 这是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 可是当他今天花了四年 他背了学贷 他找不到他符合他期待的 那个待遇的工作 他就不爽 他就怨天尤人 他就会变酸民 我先讲一下 刚刚袁之讲说其他 袁之在讲其他政党意见没有办法整合 就比较奇怪一点 你看国民党选完之后 是急着要找战犯 国民党才是从选前到选后 意见从来没有整合的那一刻 我先讲 然后再来是 韩国瑜当院长 这个其实选前 大家就一直在评估 不管是个人形象 过去当立委 期间的这个问证的记录 方方面面 其实这个我到至今认为 不适合当立委 当然根本就适合当院长 但是既然是选后 这个是民意的结果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国会里面 还有一个议事的空间 但是韩国瑜要跟黄国昌 搭档当立访院的政府院长 这个真的就是 我觉得刷新我的三观 你知道黄国昌加入民众党的时候 我们已经非常意外 过去我们太阳花旋云的导师 那韩国昌既然有办 那黄国昌 我都已经把他名字 黄国昌 黄国昌 韩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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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有办法帮国民党背书 而且跟韩国瑜搭档 大家讲政府院长 他们是一个组合 不是说第一高票 第二高票 不是他是一个组合 他们他是绑在一起 对他等于是他 他帮他背书了 他们是相同的一组人 这个有办法搭档一起 我觉得我就已经 真的无法接受 大家还记不记得 2020总统大选的时候 黄国昌是被韩国瑜告过的 因为他当时他跳出来 那时候还实力 他跳出来指控说 这个韩国瑜的 这个妻子就李嘉芬 他们家族在云林 有盗采杀死 他田路中过了李嘉芬杀死 他好像还跑到现场去挖 对 画面都有啊 然后呢 再来呢 那时候黄国昌还说 韩国瑜过去当立委的时候 有涉嫌有官说 然后韩国瑜那时候就气到 真的去告黄国昌 真的去按林申告 黄国昌当时他是多么不屑韩国瑜 他还说 啊 记得去申告的时候 那个林不要按错 你就知道他当时是多么不屑韩国瑜 然后这一案最后是不起诉 黄国昌是不起诉 但我要讲的就是 黄国昌你以前对韩国瑜 你我这不只是私德 你说家族上面 这是不是你在讲 最在意的国会改革 利益回避嘛 嗯 对不对 这不是利益回避 这已经是滥权了 嗯 这滥权 然后特权了 嗯 然后再来官说 嗯 这是不是你现在讲的 要公开透明 嗯 这个方方面都绝对 你你完全黄国昌提出 要国会改革的对象 那个最保守 最老旧 而且韩国瑜已经当过立委 过去当立委 基督就是你现在要改革的对象 嗯 你有办法跟他搭档 为了要去当立法院的副院长 为了要民众党在国会里面 要取得你们现在所谓的关键 为了这个政治权 你有办法去跟韩国瑜搭档 我真的就没办法接